近來的物價連翻漲 世上就連傳統小吃也撐不住了 彰化知名的阿彰肉丸在去年一月份才剛漲價 但是近期因為豬肉價格狂飆 這業者只好在調漲 也讓每顆肉丸從50塊錢漲到了55元 此外是彰化在地40年的魚市場礦肉份 現在業者同樣也宣布要漲價 原因是肉品供應商的今年價格就漲了三次 為了要因應成本的礦肉價格從40元漲到45元 漲幅大約是一成多 使用溫體豬後腿製作控肉 口感Q彈軟嫩 忠實顧客以馳盛飲 這是彰化知名的四十年老店魚市場控肉飯 卻因為豬肉價格狂飆 hold不住 如今野寒漲 老闆在臉書拋出漲價道歉公告 表示肉品供應商今年已經漲價三次 營運成本降為負數 實在都沒掉 單買一塊控肉也從40元調整到45元 漲幅約一成多 另外彰化排隊名店阿張肉圓去年一月已經調價一波 現在肉圓又在漲五塊 也讓每顆肉圓 從五十漲到五十五元 即使漲價 跑廠客人依舊落意不絕 而肉品攤商表示 主要因為原物價漲 毛豬價格不斷攀升 去年一百公斤 約七千元上下 今年漲到一萬元左右 漲幅驚人 傳統小吃 調價反應成本 現在民眾想吃好料 恐怕得多掏點錢啦 在林一峰 中華報導 封面